我的漂亮妻子有两幅面孔,一面用来应付我,一面用来应付别的男人,我被他耍得团团转,到头来还想要我的钱,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老实男人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欢迎来到无性情话,感谢您的订阅和点赞,善淫而后福,恶淫而后祸,今天分享一个恶毒老婆的故事,盯着四周惨白的墙壁,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一旁等待,焦急地看向对面的医生,医生看着化验单,眉头紧皱,问我,你怎么会用这种药? 怎么了医生,这药有什么不妥吗?我反问,这药是今天早上,我准备去警局上班时,突然想起,昨天答应给队长的降压药忘记拿了,在家里药箱,翻找是无意中发现的,包装盒上写着维生素C,里面的药片还吃了几颗,但奇怪的是,药片的吸盒,却没有写明这是什么药片, 没有普通药板的药物信息,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但不想惊动妻子,她知道后一定会很担心,所以我早上和妻子撒谎说出差,自己拿药来医院给医生检验,求个稳妥,难道这药真的有什么问题? 我心里直犯嘀咕,爱,只见医生叹了一口气,这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药,长期服用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我震惊不已,连忙问医生,这药的危害有多大? 医生严肃的说,这药对男性危害很大,不仅会导致不孕不遇,而且酒服还会有生命危险,最为特别的是,这种药易溶于水,无色,但是会有一种水果味道。 听到这里,我心里顿时一颤,猛然想起来,前几日抓到的一个卖劣质假药的药贩子,他手里有一种药和这个药片极为相似,而后面医生说的话,更是让我感到恐惧。 想掩藏气味,就必须要放在果汁里面,家中最近给我准备饮料的,只有我的妻子,每天雷打不动的一杯果汁,我叫陈勇,今年35岁,是一名警察,我的妻子李玉比我小三岁,是当地重点中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我们结婚五年了,意志关系很好,虽然我身为警察,多数时间都在加班, 但是妻子毫无怨言,不仅一直打理好家务,还将我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很好,我们夫妻之间感情和睦,也是小区里人尽皆知的,妻子知道我,常年奔波在前线破岸,每天跑东跑西。 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在我每天上班前,她都会为我准备好一些易于消化,又有营养的餐点,有时候是燕麦片,有时候是她亲自熬的豆浆,有时候是鲜榨的新鲜果汁,为了爆打育儿,我每天下班回来,都会抢着做家务活,让她可以多休息,平时放假逛街,也把她宠上天,尽量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但凡她看上的化妆品,首饰,不管便宜还是昂贵,我都会为她买下,只要看着她高兴的样子,我就十分的满足,现在听医生这么说,我脑海中浮现一个可怕念头,难道她要害我? 我强忍着内心的震惊和不解,走出科室,在走廊上打电话和队长请好了假,接着,医生给了我检验报告书,我接过报告书,确认上面有医院的红色公章,得到这份证据,我立刻驱车赶回家,想问个究竟, 我心中百感焦急,不解,自责,愤怒等等情绪,一股脑充斥在我心头,正当出租车走到半路时,妻子正打电话过来,问我出差到了吗? 我强忍着情绪,语气如常地告诉她,放心吧,玉儿,我刚到酒店了,才放下行李,你就来电话了,电话那头,我的老婆李玉听到后,像是如是重妇般地吐了口气,说道,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既然你到了,那我也放心了,记得晚上视频聊天,讹亲爱的说完,李玉就挂断了电话, 另一头,坐在车里的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妻子气息的不平稳,像是在做什么剧烈运动一样,十年的警察经验和男人的直觉告诉我,我的老婆肯定在隐瞒我一些东西,想到这里,我更想回家质问她,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今天出了这些事情,让我的回家的脚步像灌了签一样沉重,这一路上,我不断回想着我们以前的点点滴滴,试图去搞清楚为什么她要这样对我,思绪回到五年前,那是我刚入警局没多久,一次参加同事家属的聚会, 我第一次见到李玉,她那窈窕的身段与标志的面容让我印象深刻,我对她一见钟情,从那时我就在心底默默发誓,一定要娶她为妻,但是后来,我从别人口中了解到她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体力劳动者,我从小勤奋好学,考上了警校,才有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李玉不仅长相漂亮,家世也好。 她的父亲是医药公司董事长,母亲是知名画家,两人的文化修养都很高,我们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本来应该毫无关联,但是我,始终无法忘记那第一次见面时,对她的感觉,终于,聚会结束后不久的一天,我鼓起勇气约她吃饭,让我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也对那晚上的我有印象,并且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这让我原本灰暗的心,突然迎来了曙光。 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仿佛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般畅聊,原本半个小时就能吃完的饭菜。 一吃就是几个小时,期间我们畅所欲言,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李玉不仅外表出众, 性格也很好,宽容大度,见多识广,并且她对我的豪爽,直肠子的性格也颇有好感,这让我更加的倾信于她。 后来,再一次聊天中,我偶然得知她曾有一个高中同学,叫做林童,与她是发小的关系,两个人从小到大,小学,初中,高中,都读的同一所国际学校,甚至班级都是一样的。 林童和李玉两人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两人也曾经在私下定过终身,只是后来造化弄人,林童高考后被父母逼着去国外留学了。 李玉也渐渐地与她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觉得十分庆幸,因为婚后,李玉不止一次对我表示,她对林童出国的惋惜,甚至,李玉可能一直喜欢着林童,只是林童不在,才让后来的我有了机会, 也是因为李玉的这段往事,让我一直有一种危感,所以我决定,不管自己多苦多累,都要给李玉最好的,让她忘记曾经的优秀的林童,慢慢爱上我。 为此,我三九寒冬里陪她逛街,深更半夜,也会驱车送外卖到她公司,她喜欢吃的,我全都为她准备好,过生日,我会提前一个月筹划。 给她最隆重的庆祝,只要高贵的白天鹅愿意滴下她的头颅,就会发现,我一直都在,我们交往一年多后,李玉答应了我的求婚,我终于娶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婚后,我尽我所能地给她提供最好的生活,只要她开口,我从来不会犹豫。 渐渐地,朋友圈里的人都在夸我是模范丈夫,我也沉浸在这种被李玉需要的满足感中,可没想到如今,叮咚,酒楼到了。 冰冷的气波爆声,把我拉回了残酷的现实,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家门。 刚准备习惯性地掏出钥匙,却惊恶地发现门,居然是掩着的,没有上锁。 我心里顿时一惊,难道家里进贼了? 那玉儿他不会有什么事情吧?我马上就想冲进去,但做警察这么多年,我养成了临危不乱的好习惯。 如果家里真进贼了,说不定玉儿已经被绑架了。 我这时候惊动盗贼,他说不定会拿玉儿要挟我,到时候事情就麻烦了。 我渐渐冷静了下来,捏手捏脚地推开了门,在确认客厅没有人之后,我走向了房门紧闭的卧室。 靠近卧室门时,我听见了里面似有似无的奇怪声音,我以为是我自己听错了,就把耳朵贴在门上,这回听得更加清楚。 那正是我的妻子,李玉的声音,她的声音像是一把尖刀插到了我的心口上。 让我不敢相信,那是我妻子会发出的声音,还不死心,我轻轻地推开了门,看见的是李玉正宇一个男人在床地间嬉戏。 我定睛一看,那男人正是多年未见的林童,他不知何时回国了,并且此时还和我的妻子在这里做苟且之事。 一瞬间,我脑海中五年来的点点滴滴,全都凝结成兵,胸口的位置传来顿痛,我这才明白。 在李玉心里,我永远不如林童,他还是忘不了他,与此同时,一股怒气从脚底涌上了我的脑子,我感觉额头的血管都要裂开来,鼻子里面冒着粗气。 本想直接冲进去,来个桌奸在床,凭借自己在橘子里的关系,要定他们的罪问题应该也不大,但这样顶多只能是一个出轨问题,根本盼不了多久,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想完这些,我缓缓关上了门,捏手捏脚地离开了这个家,仿佛我从没有来过。 当晚,我一个人开车来到市郊的一家汽车酒店,检查入住后,我并没有立即睡下,而是坐在床边陷入了深思,我在婚后不是没有想过李玉忘不掉昔日的发小好友,甚至我一直怀疑李玉婚前和我说的与他断了联系是假的。 但是直到今天,我自己亲眼目睹,才发现自己以前的猜测都是正确的。 我才看清,自己一直以来宠上天的爱妻,一直在欺骗自己,甚至不惜下药来谋害我。 我本想把这对狗男女抓回警局,让他们无地自容,可转念一想,我们毕竟已经结婚五年,说没有一点感情是假的。 再说,这种桃色酒是一传十,十传百,万一真的大闹起来,让亲朋好友,邻里邻居都知道的话,只会让我名誉扫地。 这样的话,我这个好丈夫,以后就要永远被人看成一个老实的绿王吧。 而且,他毕竟是女人,虽然要离婚,但我也不忍心,让他名声扫地。 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线工作,对付一些持谢歹徒的我,身手一致不错,是警队里面的格斗教官,但也是出了名的性子级,气血冲脑,一怒之下,指不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但是,万一失手给那个小白脸打成重伤,自己这辈子算是到头了。 想到这里,我越来越庆幸,白天自己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而是选择先离开,让自己冷静几天,三天入夜,我给李玉发了条信息,说这两天出差比较忙,让他自己照顾好自己。 过了许久,李玉也没有回我,我看到后心里冷笑,想来李玉,现在应该和那个男人正玩得不亦乐乎,哪里还会在乎我这个老公,心底对他的厌恶在上升。 以前我有多觉得他是一个嫌弃良母,现在就有多觉得他是一个虚伪小人。 半夜,我一个人,不断抽着一根又一根烟,站在房间窗台前静静思考,我开始审视自己与李玉的关系。 以前,我一直天真的以为只要我付出的足够多,就能换来自己想要的,但是现在,我却觉得以前的我太蠢了,爱情单方面付出,就能换来对方的真心吗? 爱情必须建立在双方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跟了我五年的李玉,心里并不爱我。 更离谱的是,她可以一直表现成很爱我的样子,还维持五年时间,这个女人,当真能做到这么狠的地步吗? 我扪心自问,心里像刀割一样痛,经过这几天的思考,我彻底冷静下来,心里有了决断。 婚内出轨,这实在让我无法忍受。 想是这样想,但是心里的悲痛,还是无法释怀。 但我转面一想,可能李玉一开始就不是把我当作最爱她的人,她还是在等着那个林童,爱情不应该是抢求。 既然如此,哪怕是林童那个混账,也是她的选择,我不应该抢求,就当李玉有眼无珠。 虽然林童压我一头,我很不服气,但是也算是认清了李玉这个人的真面目,就当作为我的天真买单。 但是在此之前,我也必须要让他们付出点代价。 于是,住在汽车酒店的第五天,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偏妻子说,执行完了公务,回到了家中,甚至在回家之前,我还特意打了通电话给李玉。 生怕她不知道我回来,给她时间把她的情人送走,回到家里,我坐在椅子上喝着茶。 一边时不时看着李玉,打量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她站在我面前,虽眼神躲闪,但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过了半晌,喝完一壶茶,一直沉默地我从公文包里面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东西,是离婚协议。 我丢在了桌子上,平和地告诉她,我们离婚吧。 李玉看到离婚协议书后,大吃一惊,老公你疯了吗?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我们都结婚五年了,为什么突然要离婚? 听到她虚伪的话语,我冷哼一声,是啊,不知不觉都五年了,没想到五年了还没让你忘掉那个人。 李玉听后身体一颤,又故作镇定地说,老公你,你在胡说什么呀?哪个人啊?我一直爱的就只有你呀。 到现在了还在狡辩,我不留情面地直接拆穿她,是吗?那个林童,你也忘记了吗? 李玉听到这里,再也不能保持镇定,她声音略带颤抖地说道,林童我早就忘记了,真的? 老公你相信我,现在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你和她的事情,我不想听,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这个协议书,其他我都写好了,你就签个字就行了,我们好聚好散。 李玉听到我如此的决绝后,也慌了神,她一直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看我一直不说话,她终于忍不住了,先是慌乱,接着又道歉认错。 如果我这段时间做了什么错,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会改过来的,求你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会。 而我,只是在一旁继续喝我的茶,不说一句话,多年刀尖舔血的生活,让我整个人有一种肃杀的气质,此时一言不发,在李玉看来,就像一个黑帮大佬一般,终于她崩溃了。 她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大喊着,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会重新对你好,会孝顺你父母,也会是个贤惠的妻子。 看到她这副模样,让我越发地觉得她恶心,我很嫌弃地将她一脚踹开,拒绝了她的请求,我冷冷地说,你不爱我,仅仅是因为现在没有依靠才这样说,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林童, 现在我也不难为你,你签了字,就可以去见那个小白脸了。 李玉看我对林童的态度这么强硬,也激动起来,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怎么这么冷漠,就为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怀疑我和林童有问题,你不要嫉妒别人,就把气撒在我头上,够了。 我大叫了一声,我听了她堂而皇之地说出了这些大话,也怒上心头,与其把李玉都,吓了一跳。 我接着说,你在我出差那天,不是和那个混账东西玩得如火如荼吗?现在就开始装圣人了。 李玉脸色苍白地说,你看到了。 不,不,老公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李玉一直拼命地掩饰事实,越说情绪越激动,不小心说漏了一句话,也是这句话让我气不打一处来,让我更加坚定决心,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四,你以为我愿意待在你身边这么久?要不是看上你的钱,我早和你离了。 李玉发疯一般地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震惊地说,说就说,怎么了?很震惊吗? 陈勇我还就告诉你了,我就是图你老实好骗,愿意为我花钱。 我没想得到,他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样一番话,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在后面与李玉争吵中,他情绪失控,一气之下,不小心脱口而出一个秘密。 他与林童其实早就勾结在一起了,甚至就在与我结婚后不久,两人就开始来往了,之所以一直瞒着我,不想那么快和我离婚,都是因为想捞我的钱。 目的就是为了在一个合适的时转走我所有的钱,我顿时大怒。 忍不住一巴掌扇了过去,啊的一声,李玉被我打倒在了地上,洁白的脸蛋上也出现了一个鲜红的手掌印,我气得浑身发抖,好你个李玉。 为了一个多年没见的林童,能够如此背叛你的丈夫,好好好,你们对我够狠啊。 李玉此时摊坐在地上,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后面我继续逼着他将整件事情都说了出来,在他颤抖着语气断断续续说了一大堆话后,我大概理清了情况。 原来,林童去国外读书后确实与李玉失去了联系,但后来他在国外创业失败了。 欠了法国当地银行一笔巨额债务,生活窘迫,他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儿子这么不中用,所以一直瞒着,就在他出国第一年的跨年夜,他突然联系上了李玉,说出自己的窘境,并且声味俱下地向李玉诉说自己过得多么惨,希望能得到李玉的帮助。 起初李玉并不打算帮他,但听到林童说了这么多艰苦遭遇后,心中也替他这个发小好友难过,再加上后来两人见了一面,林童通过各种手段和花言巧语,又重新获取了李玉的青睐。 在这期间,他不断向李玉诉说自己在国外艰苦创业的生活,又抱怨自己在没钱的时候多么多么的落魄,还说自己一直挂念着李玉,碍于家庭反对才无可奈何地离开。 他请求李玉帮他渡过难关,并承诺过后会和李玉一直在一起,不再忽略他的感受,李玉见林童落魄的样子,本就于心不忍,加上自己一直暗恋他,可是一直爱而不得,现在心上人给了自己会,于是就心软了。 更何况,他已经被林童的花言巧语给忽悠得非常彻底,最后居然真的重新爱上了林童,本来想向父亲求情,让他直接还清林童的债务,但林童拒绝了。 他觉得,这样做实在有损脸面,他就是在那时候,彻底抛弃了我这个名正言顺的丈夫,随后林童假意叫唆他,可以先在表面上继续和我生活,并跟我保持恩爱,然后再暗中慢慢转移我的财产,等积累到一定数额之后,再随便找一些事情,向我发难,然后逼着我离婚。 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还清债务,而且还可以顺利地与我断绝关系,私奔到国外重新开始,而更加离谱的是,在林童的忽悠下,为了所谓的爱情,礼遇竟然真的照做了这些年来。 他暗中向林童汇去了我通过破案立功,公务员补助,以及优秀个人的奖金,各种杂项加起来,总共一百多万的积蓄,通过他的一个秘密账户,每个月一点点转到了林童的银行卡。 因为我平时赚到的钱,全放进了他的银行卡,我工作又忙,也不怎么花钱,一切家中的用钱的地方都是他管的,所以也没怎么查看过银行卡的情况。 现在想想,我真是有眼无珠,把钱全部交给一个吃里爬外的人。 我对他咬牙切齿地说,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话,更加让我愤怒。 他居然背地伪造我的签名,私自以我的名义,将我名下留给未来儿子的钱和房子转到他自己名下,然后抵押转让给了林童。 而我全然不知,我感到莫大的羞辱和愤怒,我白天黑夜工作,就是为了努力改善家里面的生活,让自己和李玉过上好日子,也让尚未出生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和条件。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五年的努力和对他的好,比不过他心上人一番甜言蜜语,竟然还勾结他,对我做出这些卑鄙行为。 想要置我于死路,这些年他种种温柔体贴。 原来全部是假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不会过问我拿了钱去干嘛,也能把家里面的一些开支计算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出现缺钱这一说。 我天真的以为我娶到了一位善良贤惠的妻子,现在想来,估计是妻子除了留下日常的开支,其他的钱全都转走,给了那个林童。 所以才不敢和我提一句有关钱的事情,生怕我起疑心。 此时此刻,我终于看清他的真面目,在他心中,我就是一个行走的提款,一个可以随意剥削的傻子。 我心如刀脚,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嫁给我,仅仅是为了利用我,亏我还对他这么上心,天真的以为能以真心换真心,我收起了那份协议书,不顾李玉撕心裂肺的挽留话语,离开了这个地方,再去往警局的路上,我已经思考出了对付这对狗男女的方法。 身为一个老刑警,平时处理的有关情杀的案件也不在少数,我很清楚要怎么样才能让法庭判他们重罪,一个计划在我的脑海已经初步成形,五,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回到警局,我没理会同事的问候打去,静止走向了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我利用自己的权限,很顺利地登录到了本市人口户籍,登记注册档案库,在里面,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林童和李玉的所有资料,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林童说的话都是假的。 他根本不是在国外创业失败赔钱了,是全部花完了。 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和一个同样是留学的,名叫穆子的女学生结了婚,而他们到现在也没有显示离婚,这说明他们还非常恩爱,根本就不是林童说的,自己一直想念李玉之类的话。 这样一来,我很快就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林童根本就不喜欢李玉。 只是看上了李玉父母拥有的权势和钱财,对李玉提的计策,也是想着顺道骗我的钱,到最后拿到钱时,估计他会马上飞回法国,断绝与李玉的一切联系,和那个穆子一起去过好生活。 想到这里,我冷笑一声,李玉啊李玉,本来还想救你一把的,不过现在看来,你也真是蠢得可以,这次算是你的报应了。 晚上我租了一间旅馆,一个完美计划在脑海中形成,既可以让李玉和林童得到惩罚,还可以拿回被林童骗走的钱,旅馆对面,刚好有一个顺风快递站。 我走到那里,向快递员寄了一个黑色的文件袋,地址是我从警局的系统里面查到的林童的住址,还特意嘱咐了快递员,一定要让收件人本人,一个名字叫穆子的女人亲自收获。 而那个文件袋里面装的是一些我从警局的档案里面找到的,以前林童为出国前和李玉的一些合照,有一些举止异常的亲密,两人俨然就是情侣。 而我的目的是,要让林童的秘密情人穆子与他老公林童的关系出现裂痕。 下一步,我选择从林童这边下手,通过李玉的遭遇。 加上我多年办案审问犯人的经验,我可以确定,林童就是那种典型的花心男人,利语熏心,对付这种人美人气最有用。 我在附近的二手市场买了一个手,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微信号,通过搜索手号,加了林童为好友。 但我知道,光是聊天软件上的语言聊天,不能让林童进一步上钩。 所以我想到一个妙计,找一个女生,让她帮我调林童上钩,我找到了表妹小和,她刚上高三,是学校校花,不仅人长得十分精致漂亮,而且身材也是非常好。 在我向表妹诉说了我的遭遇和请求之后,表妹生气地说自己怎么没早点看出来嫂子是这样的人,并且答应了我会帮我对付林童。 于是我用了小和的一张惹眼的身材照作为微信头像,第二天早上,我刚打开微信,就看到林童同意了我的好友请求,并且还发了一句恶心的问候,我看着这一幕,不懈地想。 一张照片就让你上钩了,还真是一个没脑子的东西。 我模仿女生的口吻,循序渐进地和她聊天,先自称是一名大学生,与林童就读的同一所大学,偶然间在学校的荣誉墙上面,看见了林童的样子。 对这名学长十分有好感,想要了解一下,林童本来就被小和的身材照吸引,看见这么一个大美女对她还有好感,她顿时被迷得找不着北,一直发一些自夸的话,我也顺着她的意思符合她,极大的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渐渐地。 她自认为已经获得了我的芳心,经常开一些不雅的玩笑,而我也假装配合她,开始每天发些暧昧信息给林童,一开始林童还有所保留。 但在我的洋装爱意公事下,很快就放松了警惕,并迫不及待地想约我见面,我先送她一些礼物敷衍她,说慢慢来,后面见面也来得及,在我的诱导下。 林童开始和我讲她以前的经历,包括她和李玉,以及一些女生的风流运势,让我没想到的是,她居然那么快就说出了自己是怎么让李玉转移财产的,我心中大喜,这可是法庭上的关键证据。 我暗暗记下这些证词,继续扮演一个对她越来越痴心的女子,只求她以后能与我在一起,林童上钩了,是已经成熟,我打算以笔之道还至笔身,我开始有意无意地突然疏远林童。 她的消息不回,甚至打过好几次微信电话,但我都没接,直到三天之后,我让小和主动打微信视频给她,小和模仿出一副哭腔,按照我给她的剧本,完整地向林童阐述自己的困境,自己母亲生大病住院,需要一大笔手术费,希望林童能够帮帮她,她保证只要母亲痊愈,就马上和林童在一起。 林童听见这样的大美女,在她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心里的虚荣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马上答应转钱,但为了保险起见,起初我要小和转的数额不大,林童也没有丝毫怀疑,我继续与她周旋,让林童转账的数额也逐步增大,期间还时不时地让小和与林童视频,以此来麻痹她,让她更加幸福。 林童到后来,甚至向我透露了她的海外资产账户,并且还把卡的密码告诉我,我这才松了口气,因为这意味着,之前她盗取我的那批钱,终于能全部拿回来了。 为了干扰林童的视线,同时继续让她麻痹大意,我拜托小和,把她和林童的聊天记录,录骨照片和对话,全部打印出来,寄给了木子,两边下手,林童自然交头烂额,而我则,趁着这个空档时间,急忙去办理相关的银行业务, 把她的钱全部转进我的账户,六,因为是海外账号,金额又巨大,所以转账需要三天时间,当我把钱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账户时,刚好接到小和的电话,他告诉我说,计策起作用了, 那些聊天记录,让木子极为生气,在接二连三收到自己老公出轨的消息后,木子不淡定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眼下发现自己最爱的男人,居然背着自己找小三,这如何能忍,他怒气冲冲前往林童的公司,结果正好撞见林童, 在和同公司的李玉搂搂抱抱说着话,两人举止亲密,任谁看来都知道关系不一般,看到这一幕的木子,一股怒气直冲天灵盖,也没有仔细看,就把李玉当成了老公林童微信里面的暧昧小三,他冲进办公室,来到林童的身边,不顾林童惊恶的眼光,一把揪住林童的衣领,把他推到一边, 然后又掀翻桌子椅子,对视李玉破口大骂,我说怎么最近你不怎么理我了,原来真的在外面包养了条狐狸精,木子,误会啊,都是误会,它不是什么狐狸精, 就是我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而已,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什么不是,你们都抱上了,都快亲到一起了,这还叫正常同事吗? 你说啊,林童这时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显然是心虚了,林童,好你个林童,枉我以为你是一个值得我托付一生的好男人,原来你就是一个渣男。 林童和李玉都被木子的愤怒吓坏了,脸色煞白,哆哆嗦嗦想要解释,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木子趁势又给了林童一巴掌,还把李玉的头发揪得毛毛的, 这时候,反应过来的同事也开始议论纷纷,哎,怎么回事,怎么听那个叫木子的说,自己才是林童的女朋友啊,那个李玉怎么回事。 林童不是和我们说她才是她的女朋友吗? 另一个同事接话说,嗨,你这都看不懂吗?找小三了呗,没想到啊,林童居然是这样的人啊。 这年头,果然还是渣男多啊。 越来越多的同事开始被这边的事情吸引,也加入了讨论,一时间让主角之一的林童充满了羞愧,而李玉和木子还在红着脖子在对骂。 关键时候,保安终于赶到了,且把木子拉开,后来我听说这件事情闹得很大,还上了新闻,影响极其恶劣,公司迫于压力,不得不辞退了林童和李玉,两人失去工作。 前途暗淡,事后林童的正牌老婆木子冷静了下来,在看清了林童的丑恶面容后,她立即去往了民政局申请了离婚,期间林童在民政局多次挽留她,她都不为所动。 直到后面,她突然要求检查林童的手机,林童这才开始慌了,她百般推辞,但是碍于周围群众的煽风点火, 她不得不交出了自己的手,而木子在翻看了她的手微信和QQ聊天记录后,顿时气得浑身发抖,这林童可藏得真够深的,木子发现她不仅和李玉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还和小和暧昧不清,甚至还和其他女人有染, 这时才知道自己完完全全错信了这个负心汉,并且一直被她蒙骗,而她也庆幸自己今天强烈要求林童检查手机,让她来不及反应。 最终看清她的真面目,其实木子在林童的哄骗下,真的动了响再给她一次会的想法,她检查林童的手机,也是为了查看林童是不是只有李玉一个人暧昧不清, 结果她大失所望,嘴上骂了林童两句后,快步离开了民政局,林童此前因为公司闹剧而被公司辞掉了职务, 而这一时半会的又找不到新的工作,应聘的几家公司都因为她的事迹而不敢录用她,她真心喜欢的老婆木子离开了自己,家庭也随之破碎,一时间她成了无业游民并且, 这时候她的情绪也是极度的低落。 就在这时,李玉也恰好找到了她,李玉因为她的事情受到了牵连,也丢掉了工作,她现在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被林童蒙骗, 我还以为你说的那些风花雪月相依为命都是真的,结果你早就背着我找了老婆, 你这个混账东西,老娘信了你的邪,我呸,你这个人渣,你说够了没有,你能好到哪去? 要不是看你的父母有点钱,我稀罕和你在一起,如果不是你非要在公司里面秀什么恩爱,我也不会被抓到,丢了工作。 林童把责任推到李玉头上,说是她害了自己的前程,两人为此又大吵一架, 李玉也后悔当初听信林童的花言巧语,接二连三受到重创, 本就难受的林童在一时冲动之下,竟然动手打了李玉一耳光,李玉痛哭失声,而林童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时候的她已经决定了,既然李玉已经得不到了,那就干脆见好就收,拿上她当初吭骗我的钱,就打算出国去,李玉身心俱疲,她这才突然想到我的好,觉得自己当初不该背叛我, 而此时的我,早已暗中追回了林童盗取我近百万的心血,并且,我还抽时间专门向我的刑警团队和我的老师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他们一致认为,这个案件涉及人物众多,情节行为十分恶劣,对社会的影响极其之大,决定马上成立专案组,并且以我为指挥,协助我一起将这几个人捉拿归案, 我决定用引蛇出动的计策,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七,过了几天,这件事开始发酵,变得人尽皆知, 李玉父母也因此丢尽了脸面,拒绝给他提供一切帮助,也就是在这时,李玉打电话,恳求我的原谅,他在电话那头泪俱下地向我哭诉, 陈勇,我错了外,林童对我根本不是真的喜欢,还打我骂我,从头到尾,我都被他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你能不能重新和我在一起? 他想再回到我身边,我心里痴笑,现在才想到我之前早干嘛去了? 本想直接挂了电话,但是为了我的计划,我没有这么做,我在电话里假意安慰他说, 我之前都和你说了,那个林童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你,你自己还非要去找他,现在后悔了吗? 后悔了,后悔了,他就是一个骗子,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只有陈勇你一个人,老公,我们和好好不好? 李玉听出来,我没那么生气,连忙着急地试图挽回与我的关系,而我自然也不会再次选择相信这个女人, 我不过是为了配合我们刑警队的行动方案而假意答应他。 我接着和他说,想和我和好也不是不行,毕竟我和你也做了五年的恩爱夫妻了,这样吧,两天后,我们在福原酒店的402房间见面,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谈谈,说不定我就回心转意了。 好,老公你等着我,我一定按时赴约。 李玉听到我的话之后,宛如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了一个浮沫板,也没有细想我为什么邀约他在酒店里见面,他现在一心只想挽回与我的关系,然后赶紧与林童撇清关系,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地在房里踱步。 这下初步的计划已经达到了,此时的李玉根本不知道我已经拿回了所有的钱,按照正常情况来说,他应该知道我们之间出现的裂痕是无法弥补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他已经失去所有了,我是他最后一条退路。 两天后,李玉如约来到了402房间,而这里早已经被我们支队的人放上了监听器。 在这期间,为了防止林童将钱分散在了不同的账户里,我不断向李玉旁敲侧击,重点询问林童当还有没有其他的账户。 幸好,我询问了李玉很多次,他都回答没有其他的账户。 这让我们支队的行动难度又降低了一些,我故意继续对他好言好语,表示理解他当初冲动的选择,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只要你肯认错就好。 我还表示等财产收回后,我们就修复感情,重新开始,他听我这么说,激动不已,忙不迭地再三向我保证,我以后绝不再犯错,只要你肯原谅我,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 我继续哄他,心里却对这个曾经的老婆越来越失望,他话里究竟有几分真心,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后面我找了个借口溜了出去。 为了等待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套出了口袋里的手表看了看时间,那个人差不多该到了,行动可以开始了。 不多时,林童也出现在了福原酒店的402房间里,这一切也都是我和我们刑警支队研讨出来的计划。 我在约李玉来到酒店房间的两天时间里面,林童已经发现自己的海外账户里面的钱全部不见。 这时候我让小和在微信上给林童发信息,告诉林童,我知道那些钱的去向,让他两天之后来到福原酒店的402房间,我这么做的最终目的。 自然是要让林童和李玉两个人再次见面,林童见到房间里面只有李玉一个人,肯定会误以为是李玉偷偷把账户里面的钱全部转到了他的名下,而李玉肯定不会承认,并且还会争吵起来。 这样我们就能拿到更多的证据去控告两个人,不多时,我便听到里面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李玉。 怎么又是你这个贱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哦,慢着,我明白了,原来是你这个无耻小人拿了我的账户里面的所有钱是不是? 我当初真是吓了狗眼,才会和你说那些话。 现在,我看到你的每一眼都让我觉得恶心到极点。 把钱还我,我们从此两清了,李玉对于林童的到来, 也是非常惊讶和不解,但是听到林童对他的恶语相向,也忍不住了,更大声地回骂。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这个渣男,骗钱还想基于我父母的地位,你真是没有一点人样。 我李玉当初也是下了眼,才会相信你说的鬼话,你说的什么账户的钱,我根本没动过,就算我真的拿到了,我也不会给你这个人渣。 林童听到后,更加以为是李玉拿走他的钱。 他顿时眼神变得十分凶狠,随手拿起了房间桌子上的烟灰缸,又问了一遍,你到底说不说那些骗陈勇拿出来的钱在哪? 而李玉也是给林童气到了,说了句,我死也不告诉你,那你就去死吧。 林童面色争鸣,随即抄起手里面的烟灰缸,就要向李玉投砸去,李玉躲闪不及惊慌大叫。 八,这是,在隔壁房间,我和几个队友正通过窃听器收集他们犯罪的证据,听到了隔壁传来的李玉的大叫,我们立即意识到出事了。 当我们冲到402房间撞开房门的时候,李玉正躺在地板上,头上被砸了几下,正往外流血, 而林童还不罢休,他眼睛里起了密密麻麻的红血丝,嘴里还不停地说,敢拿我的钱,你给我去死。 说着就要,再一次拿烟灰缸砸在李玉的脑袋上。 见状,几名队友连忙控制了林童,将他戴上手铐,押送回了警局,而李玉则是被送往了医院。 但在不久后,法庭对这起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进行了审判,法庭上作为原告人的我, 拿出了之前收集的李玉和林童,非法转移我的财产的罪证。 包括两人勾结骗财的聊天记录,李玉非法以自己的名义转让我的房产,非法转账的流水账单,以及我在酒店中设陷阱,抓捕他们的现场执法录像。 我先出示的李玉与林童在网上聊天谋划的聊天记录,在这份记录中,详细描绘了两个人如何合起伙来,继续和我在一起骗我的过程, 他们是如何找到我的银行卡密码,以及如何说服我将钱全部交给李玉管理, 然后又计算好每个月该转多少钱,才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走我的财产,又不会被我发掘异常。 再到后面慢慢使操,转移我的财产给林童,整个过程详细,却又细思极恐。 我拿出银行流水,上面清楚地显示李玉以各种名义的款项,频繁转账给林童的账户,数额净达一百万元。 这些转账时间和聊天记录中所提到的每个月月初转钱存钱的时间完全吻合,足以证明两人勾结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事实。 最后出事的执法录像显示,我在酒店设下陷阱,两人重计现行,并且在和对方的争辩中,自己亲口承认了自己盗取了我的钱财,然后又被警方抓获的全过程。 整个过程中没有体现出刑警有丝毫的捏造事实,以及过度使用武力的证据,因此法官再次判定证据有效, 法官最后看了两人一眼,开口,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林童无话可说,只能低头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所有罪行,而李玉则犹豫片刻,开了口,罪名我认。 不过我想对我丈夫最后再说声抱歉,李玉此时正泪眼婆娑地看着我,对不起。 我内心无任何波动,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最终法院判决出来,林童最为严重。 教唆他人盗窃,故意杀人未遂,和非法转移他人财产三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李玉在法官眼中看来,犯了非法转移他人财产罪,诈骗罪,理应判刑十五年,同时需缴纳全部非法所得, 但考虑到李玉是受到林童的蒙骗,情有可原,而且在发掘受骗后积极挽回损失,最终经过一再商议后,法官决定李玉积极表现刻意减刑,最终他们一个人背负二十年的徒刑。 一个十年,他们后半辈子将有大部分时间在监狱里度过,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站在原告席上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为自己讨回公道,我的计划成功了,这两个狗男女终于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看他们被警察押解出法院时,脸上惶恐和绝望的表情,我心里没有丝毫同情,这就是他们咎由自取的报应。 随后,我顺利地在法官的认定下,拿回了属于我的所有资产,又获得了法院判决的可观赔偿。 而我利用假微信号,骗取林童的是,法官觉得情有可原,决定不予追究,对理本来是有处分的。 但在我师父的说情下,上级也认为,我是将功补过,决定不予追究。 同时,我恢复了单身,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单身汉,受到了女同事的追捧。 这次离婚,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果断地断绝了与李玉的一切联系,不再被过往的事束缚,开始享受自由单身的生活。 后面又过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叫于敏,她算不上漂亮,但生在清秀可人。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女孩。 我不用担心,在发生一次像李玉那样的事,她对我关心备质,让我体会到了被一个人偏爱的滋味。 我渐渐爱上了这个可爱又独特的女生,又是一年过去。 我和于敏步入婚姻,过上了甜蜜的生活,事业有成,爱情美满。 我终于过上了旁人都羡慕的生活,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受那些蛇仙美人的欺骗。 经过那段惨痛的过往后,我无比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 看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爱一个人,也不能只爱他的外表。 内在永远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知人知面部知心。